我們開始做HonTV之後 我們在做的事情就是 台越之間文化的交流 語言的分享 這個是我們在討論順口六 台灣跟越南的順口六有什麼不一樣 這個是我自己每次人還算蠻喜歡的 的影片 早安 Galeng preach 台越南的順口六 唸這麼慢是因為我每次都念 整紀過來的 像剛剛有一個影片 就是本高 那這個歌叫KoM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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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o Mo,Ko,Ko minus KoMo,KoMo,Ko Ko,K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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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Koinn 好 我們一起唸喔 因為目前的粵語程度這一個都還可以啦 我直接看那個電話字的話就是這個 你看字母會念嗎? 他會 你叫我怎麼更難 我可能還要對那種法律翻錶之類的東西 欸...我是沒有正視學就是有自己學的 就是想到會自己摸一下這樣 如果你們有上去的像上網 你不知道是意思可是大概也會念 就像你學過英文的音標一樣 那我現在大概是這個狀態 所以我不知道意思可是看到自我那樣 他兩個走 兩個前面的腳走一種前面 然後兩個後面的腳走後面 然後身上尾巴也是走後面 最後一區比較長的那個就是 要我講完這個大象的故事 越南的大象是前腳走在前面後腳走在後面 對 那台灣呢? 台灣的是後腳走在前面 然後前腳走在後面 後腳走在前面 真的喔? 我剛剛要開玩笑 哈哈哈哈 他怎麼看啊 他怎麼看啊 因為等真他那個 那個繞口令就是很沒有意義 很無聊那個 我趕快敲了 反咧 看怎麼看 看怎麼看 看你爸爸的筆記 好會 他要看 添 天 頭 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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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 study 然後他說你亂講 前面好像不太一樣 對不對 我記得到網吧當好 好像都一樣 可是我記得我小時候到 後面的時候是 什麼美國小姐在 美麗邊吃邊走邊放屁 這樣子 好像北中南都有一些不一樣的 謠傳 反正就是幼稚園 開始就會有 不知道我從哪裡學啊 這種東西 我知道我學會台灣的 有 我們到現在 還是常常會 有這種對話就是因為他對於一些 台灣的用詞 有的時候他會反應過來 然後我們常常其實生活中有 有對話就是在討論 就是這種 詞彙上面的東西 所以基本上呢 我們現在在搞這個平台 HonTV 大家有沒有都有 follow 嗎 按讚人 我按讚人 謝謝你 雙關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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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Hon是什麼意思 蛤 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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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h H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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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s Hon Hon D 台湾 這個要搞清楚一下 我到現在也不是很會這個 這跟中文章版是不是 接下來是很精彩的 我們早上被注意到之前跟注意到之後 我們都常常被問到一些問題 就很被問到一些問題 我們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 我來台灣的時候 三區化台灣人問我 第一個就是 你嫁來多久 他完全沒有問 小姐可以請問一下你是哪國人嗎 他完全沒有問 他就說 你嫁來多久了 對 像我前天我去新竹教學的時候 我坐騎龍車 我一上車的時候我跟他說 也不知道在哪裡 可能他聽得出來我的口音是越南 然後他就說 小姐請問你嫁來多久 然後我嚇到 我說到了現在他還問我這個問題 然後說 我在台灣已經六年了 然後他說 所以你嫁來多久了 還問這個問題 然後我就說 沒有我是來讀書的 然後我現在在台灣工作 所以我來台灣之後 從來沒有一個台灣人問我 你是來這邊做什麼 你是南國人 南國人應該不用問 因為他聽得口音定得出來 我是越南人 但是他沒有問我 所以你來做什麼事情 可是你來讀書嗎 他完全又是 所以你家來多久 台灣的刻板印象 我覺得 我整理這一個 這些問題 其實 好像 共同說反應 都是台灣人的刻板印象 從過去十十年來 對於 越南人的一些 柯板印象 或者是 騎士也好 來到這邊的 就一定是 嫁過來 或一定是 來當幫人 或者是來當勞工 可是其實 有很多是 甚至是高知識分子 你說就是 秋朗現在學歷比我還好高 念書比我還好高 他竟然是師範大學研究生 我還是一個普通大學生 這樣 OK 對 越南人有這麼 也是這麼白嗎 所以他們就是覺得 越南人就是 可能會 黑黑的 黑黑的 對對對 之前我在產品當中也是 我說我是越南人 然後客人就 蛤 越南人這麼白嗎 然後 這麼漂亮嗎 然後 不是不是說我漂亮 是說 他的第一 他的那個反應 是這樣子的 音響中的越南人 對 音響中的越南人 對 因為他皮膚也黑黑 然後就跟他開玩笑 你是中央國來的嗎 開玩笑 對 所以越南有很多皮膚很 很 很好的人 對啊 但是我來台灣之後 我還是很羨慕台灣人 特別是台灣女生 因為我覺得他那個 保養啊 然後那個皮膚都很好 都很好 黑皮 喔 喔 對 你是南越的還是北越的 所以我來台灣的時候 那時候去學中文 然後我的中文老師 他完全不知道 越南已經統一了 他那時候還跟我 我說我沒有很好 然後他就問我說 南北越的事情 然後他問 好像就是 越南 是現在 南越還是北越 是工獎的 這樣子 然後我的其他國家的 同學都 蛤 老師你不是在越南 已經統一了嗎 然後我們幾個五個學生 就在那邊練習 老師 喔我不知道 對對對 不是說老師壞話 就是說 那個普遍的 很多的台灣人 到了現在 可能也要跟多人知道了 但是一般的 很多人 還是問說 哪裡是 現在南越北越那個 哪裡是工獎黨 對其實整個越南 都是工獎黨 那你知道近期的時候 有些不一樣的 做了那個 有很多 我覺得 算是我的困擾 因為很多人都傳來 然後我說 請問老師你可以幫我翻譯嗎 但是他有翻譯的那個 那個內容 就是一整片 五張 可能是情書 然後或是什麼 然後傳給我 老師你幫我翻譯 然後我覺得 把那個 那個那一段文章 翻 送出來 這可能要賺好幾千塊的料理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我的困擾 就大家都傳來 然後我們可以 有一些越南人 可能他就請我翻譯 請個單字 那就還好 但是很多台灣人 老師你幫我翻譯 翻譯 對啊 所以我後來都不敢 看大家的訊息 有一些人 會覺得 你有這樣的技能 就理所當然 應該要幫 完全就是沒有 你知道 老師我是誰 完全沒有 就老師 可以幫我翻譯嗎 然後直接傳給我 對啊 其實這個跟 像我們也會遇到這種狀況 或是 譬如是拍片的 或者是 反正設計師 總常會有人問 你可以幫我畫個logo 或者你可以幫我拍一些照片 那這些都是 你花很長時間 建立起來的技能 可是在表面上 可能會認為說 欸這個 還好吧 你想個文案 不花個時間 然後 可是他們沒有辦法看到 這個東西是 有價的 所以 像 秋恒擁有中越語翻譯的能力 常常就被要求免費做事 可是這個是 這是 觀念的問題 然後不一定我們有這樣的技能 就應該要免費去幫你做這樣的事情 好 對 還有人說 可以介紹越南妹給我嗎 對 又講到那個 前幾天 我前禮拜三去新竹的那個司機 他 我在我家 我鋪完錢之後 我準備下車來拿出一張免費 他說 他說 我是想說 你可以介紹 呃 女朋友給我啦 然後我說 但是我沒有認識很多人 他說 沒有關係 你可以幫我留意一下 對 那 這個是其實其中一個而已 很多人都傳 有視訊傳給我 然後就說 欸可以介紹女朋友給我嗎 但是 他沒有說女的 他又說可以介紹 越南妹給我嗎 對 對 這有很不禮拜的節目嗎 還有 我覺得很多人也 就是 會傳訊息來問我 就是 呃 有關於 法國戀愛的介紹 事情 我覺得有一點心傳就是 很多 的台灣的 男生 喜歡越南 跟越南的小姐 就是 越南女生 交往 但是 卻被他們家裡的人反對 對 那我有一個學生就是 他就傳了 簡訊來問我說 欸 老師你 之前我也碰過這樣子的事情 所以他還通過 我怎麼克服這件事 固定每一個月 就去 去 口課那個女生 就是傳 訊息給那個女生 呃 做一些不好的事情 因為我覺得還蠻傷心的 因為還蠻 然後他 就是那個男生也沒頒管 就是他 有學生他也很無奈 對啊 他不知道怎麼怎麼去 去 去克服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我本身 之前也碰過這件事情 前男友就這樣 哦 對對對 這樣 可以問問你嗎 好啊 我想問家洋 就是你剛才回 陪那個秋肯啊 回到二月都去 越南啊 你有見到他父母對不對 他媽媽本來就在台灣了 哦 那他們 有沒有其他的 天氣呢 有啊他爸爸在那邊 那請問一下 對 他們對台灣男生有沒有 不好的印象 嗯 或者投射在你身上 有沒有 不會 他們其實 還 我覺得他們還是 就是有一個 刻板印象是台灣人是有錢 對 所以 我回去 然後 我基本上 我沒有覺得 受到什麼 不好的對待 對 基本上還是禮遇的 那請問一起出來喝茶 然後 有問說 比如說什麼時候要結婚啊 因為其實 秋恆的年紀在越南來說 已經算完婚了 對 所以 就是都會被 被關心這樣的問題 應該就是 直接被 被設定說 這個應該就是要結婚的對象 這樣子 對 所以 就是回去的時候 大概都會這樣問 然後 我碰到他爸爸 他爸爸非常年輕 現在才四十 多歲 七 四十七 很年輕就是 算起來就要 二十歲又結婚 六十歲就 對啊 所以我看到他爸的時候 就是 欸 覺得很特別 好年輕 又娃娃臉 看起來真的就是 他又娃娃臉 對啊 有點娃娃臉 然後就很不習慣 這一個人是秋文的爸爸這樣 很奇怪 然後 他 呃 看到我 其實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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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的互動 就是 欸 客氣了 然後握握手 稍微聊個天 然後 要請我們唱KTV 因為他自己有經營一個KTV 自己開一家 那個 越南KTV店 這樣子 對對對 都稍微招待一下 不過沒有 沒有特別 長的對談 嗯 這樣 OK 好 哎 所以 北岳林生很強悍嗎 我覺得還好欸 呵呵 常被 常被問到這個問題 喔 對 常被問到這個問題 我覺得我們是認真吧 然後 呃 強啊 我覺得還好 看人 看人 我也會被 問到相關的問題 沒有 下一頁就我們 因為我 進入我們幾個話 大家有很多奇怪的問題 我FB 一堆朋友加我 然後開始有人跟我聊天 問我可不可以做朋友 結果搞了半天 然後我回覆了他 為什麼搞我回覆了他 因為我的頭像 是我 我跟他在一起 為什麼是我 跟他放一起呢 因為他要求 是嗎 是啊 就問我說為什麼 你的倒貼 不是 就沒有我這樣 然後我只是想要 沒有印象 對啊 我想要 解決我 就是我想要避免我生活中 不必要的麻煩 所以這種 我做到的要求 我就滿足他 這樣 然後我就放他 然後結果 一些就是 加入我朋友 都搞不清楚 可是我覺得很奇怪 我的 我的ID名字叫 John Lee John Lee 但是幾乎很多人 找他 就會以為他是 還是搞不清楚 John Lee 怎麼可能會是 邱衡 我搞不清楚 反正就是會有人跟我 要做朋友 然後我就跟他講說 欸我不是邱衡 然後如果 那個 就是 你還要繼續跟我聊嗎 然後他就 就不要了 尬的這樣子 才想這樣子 他回來都跟我說 再來就是 有一些在學粵語的人 可以 開始跟我討論粵語 其實我粵語我也是學生 可能會不會跟他聊太多 如果 就直接 跟他說 欸你可以 追蹤那個 邱衡老師的 訊息 如果說 你時間 跟地點這樣方便的話 你就去上他的課 這樣子 然後 有的時候 他問我一些問題 我就 不然就直接 他跟邱衡 這樣解決 這樣 這樣 然後再來就是 可以介紹 越南妹給我 這個我也 我也常常碰到 對啊 有人就是 呃 這個 還有 要 如何娶到 柔衡的越南老婆 真的有人這樣問我 真的 我可以請教 請教你一下的問題 或者是怎樣 怎麼樣娶到 柔衡的老婆 這個 我說這個我沒有辦法回答你 因為我也還沒有娶到 這樣 然後他說 那 我要怎麼樣認識 越南人 那 我覺得 我就沒有很想要跟他 繼續討論一下 因為我覺得 他的問題設定是錯的 就是你怎麼會去鎖定 你對象的國籍呢 這有點本末倒置 就是 我跟邱衡在一起 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越南人 而是我是跟這一個 跟這一個 女人在一起 跟這個伴侶在一起 那他是什麼國籍 這個只是一個巧合 就這個只是巧合 那 所以你要問我 就是為什麼要鎖定越南人 我並沒有鎖定越南人 而且我覺得會去鎖定越南人 也有點奇怪 就是 那他也是出於某種 刻板印象 是為什麼 越南人比較 是比較溫柔嗎 還是什麼 我覺得台灣人其實很多是出於 他追求 台灣女生 他追求不到 所以他覺得 我要降檔次 所謂的越南人就是降檔次 所謂的越南人就是降檔次 蛤 我覺得其實很多人心態是這樣的 搞得這樣子 對 那這個其實是 不健康的心態 所以他在問我說如何 追求到 還要限定是優質的越南人 我都不知道怎麼樣分辨 優質跟不優質的 越南人是這樣子 對啊 所以就是 他問我幾個問題我就 大概知道他 他就是 是個奇怪的人 所以我就沒有跟他 多聊下去